整體個案來講,在早一個星期,前四成多,上星期只要超過一半,五成多都是輸入個案 這個情況都是會令人覺得,即是說開始全球很多地方的疫情,其實在惡化,尤其是在南亞的問題大些 還有我們有些是外傭尼住的地方,其實疫情都是在惡化 但是這些惡化疫情本身呢,其實如果我們是真是說做那個檢測,在登機之前做檢測做得好呢 那其實就應該那個數字就不應該這麼多 譬如說同一班航機,那最多你一班機裡面坐滿,可能一、三百人左右 那你沒理由裡面你超過五個,譬如說有五個或者以上的陽性,這個比例就是偏高 如果來到才驗到呢,我們不能夠確保飛機,還有在機場方面是安全的 如果在飛機,在機場上有一個交叉感染呢 其實我們的機組的豁免人員那裡可能有風險,有機組大陸社區 那還有裡面呢,他們如果有其他乘客或者是受到感染的 來到香港的時候是驗不到的,因為為什麼呢?它沒有過潛伏期 如果在飛機或者機場上出現的問題,跟著之後呢,我們的檢疫的時候呢 現在還在一些分散的酒店啊,或者有些在家裡 那是在一個酒店裡引致一些傳給其他顧客 或者酒店員工的風險其實存在 在家裡也可能會透過家人或社區 分明了嗎?禁飛行不行呢?徹底一點呢?在高危地區不讓它來住 禁飛的問題就是有一件事大家要想的 第一件事,因為全球呢,現在很多時候不只是直航 很多不同地方的轉機其實都恢復了 我們又沒有什麼可能禁飛全球所有地方來的飛機 因為你按這裡的寒線,在其他地方轉機再飛回來 其實都還可以的 你怎樣能夠改善那些的檢測呢? 還有回到香港呢,我們可能要考慮呢 就說是有一部分可能在那個隔離營充分 現在利用現在的一些新興的隔離設施呢 去處理一些比較高風險的回來的地區的人呢 這件事可能都要考慮 因為用那個分散的酒店呢 或者是用一些家居的檢疫呢,其實是有問題的 香港今天開始受到一股清靜的偏冬氣流影響 不過天氣方面,預計和過去兩天都差不多 仍然是有些陽光,也有些驟雨 首先看看最新的雷達圖像 大家看到今早早仍然有不少的雨區 是影響著廣東沿岸的 預計在香港這邊,今天繼續有幾陣驟雨 大家出門口,上班,上班的時候 都記得要帶點遮瑩一點 由午夜到7點多鐘 可以看到雨區主要集中在九龍和新界 有不少地方都錄到超過10毫米的雨量 在元朗和新界的北區 有些地方的雨量甚至超過50毫米 不過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其實整體來說 華南地區的雲量不算太多 預計今天日間的時候 香港這邊都可以看到一些陽光 現在由維港看出去可以看到 雲量方面雖然比較多 不過雲與雲之間都有些納粹 可以看到一些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7點多鐘 香港現在各區的氣溫 今天介乎26至29度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計會大致多雲 也有幾陣驟雨 早上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今天預計會有31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離岸間中風勢是清淨的 最後展望方面 預計之後兩三天 天氣都差不多 繼續會有些陽光 也有幾陣驟雨